你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你快点快点 普恩智,韩国女模特 也是女网红女DJ女主播和一个女演员 是一个人气火爆的韩国美女 曾经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就读 拥有CPA会计资格证 看着年轻却已经32岁了 时间仿佛在她面前停下了脚步 史奇看起来仍是童颜美女一般 普恩智主要的工作有很多 但模特拍摄是她首要的日常工作 今天就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来看一看 她的一天是如何度过的 早上普恩智来到了工作地点 她目前在给韩国某酒店做代言 每天的工作内容就是拍摄照片 虽然偶尔也会有些忙碌 但她却感到十分充实 酒店的环境非常不错 普恩智在酒店安排的休息室里四下 转悠了一圈 屋内不仅宽敞 还有一排漂亮的落地窗 房间里的布置很有格调 尤其是床头暖黄色的灯光 让人感觉很是舒服 普恩智坐在床边仰头 看着头顶的天花板 感觉非常的漂亮 回到客厅 普恩智从餐桌上 拿起了一颗颜色鲜红的大苹果 想要品尝一口 可韩国的模特行业 对于从业人员的体重 有着较为严苛的管理和控制 所以她最后也只能放弃了这个想法 在正式开始工作前 普恩智会先看一遍 今天的工作形成表 以便更好地熟悉 接下来的工作内容 这是她长期以来 养成的良好习惯 也是她在业界广受好评的原因之一 作为一名专业模特 她对接下来的工作充满信心 换好衣服 普恩智站在窗前 看着温暖的阳光照进室内 这让她感到十分开心 因为在室外拍摄最害怕的 就是遇到阴雨天 不仅影响心情 还会影响工作进度 如今难得能碰上这么好的天气 普恩智感觉今天的工作 一定够能顺利进行 在与助理闲聊了一阵过后 她来到室外开始工作 耀眼的阳光虽然晃得她有些睁不开眼睛 但好在拍摄工作还算顺利 进入工作状态的普恩智 很快便拍好了几组照片 只可惜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没过一会原本风和日丽的天空忽然 下起了大雨 普恩智的工作也因此被迫暂停 无奈的她只能站在遮阳伞下躲雨 对于眼下的情况她也无能为力 周围的雨越下越大 工作被迫中断的她们现在 也只能提前收工 回到休息的房间 普恩智换了身衣服 来到餐厅准备好好的品尝 一番这里的美食 借此转换一下自己的心情 美食当前普恩智却只敢没种浅尝几口 面对美食的诱惑 作为一名职业模特也确实不容易 饭后回到房间 实在没吃饱的她 又拿出了糕点 甜了甜肚子 只是没吃上几口 一旁的助理便提醒她需要保持身材 震动的普恩智 情绪 而且低落 不过接下来还有工作 要继续 普恩智调整好心情 等雨停了以后 她换好衣服 又开始了模特的工作 酒店的泳池十分宽敞 普恩智沿着等会要拍照的场地 走了一圈 会游泳的她对于这个拍摄地点十分喜欢 能在这里 拍照她感到非常高兴 站在泳池边上 让摄像师先拍上几张 作为一名专业的模特 普恩智在工作时 还是很认真的 各种职业站姿 对她而言手道勤来 忙碌了一阵过后 在休息的空隙 她也会拿着手机拍上几张照片 然后发到自己的社交账号上 模特这份职业对她来说 既是工作也是旅行 能到各种不一样的地方取景 把自己看到的 喜欢事物分享出来 既能赚钱 又能享受生活 这样的日子 让她感到十分满足 休息时间结束后 普恩智又开始了工作 来到游泳池 在正式开拍前 她打算先下水活动开手脚 以保证接下来的拍摄任务 能够顺利进行 水下拍摄对于很多女模特而言 并不是一件轻松的活迹 不仅耗费体力 还容易反攻 但这些都难不倒 经常锻炼身体的普恩智 来到泳池中央 她与摄影师商量了一阵过后 便开始工作了起来 优美的身姿 让她在水池里看起来 就如同美人鱼一般 尽管偶尔她也会有些俏皮 可对正式的拍照工作 普恩智还是很用心的 碧蓝的天空下水波荡漾 身在泳池中的普恩智 灵活地随着摄影师的要求 摆出各种动作 岁月在她的身上 仿佛看不见痕迹 巧笑嫣然间 她的一举一动在摄像师的眼里 都是最好的画面 工作结束后 普恩智畅快地 在泳池里嬉戏了一番 专业的泳姿 让她看起来 就宛如玉女园一样 来回在水下游了几圈后 心满意足的她 回到了房间 由于刚刚潜水的缘故 此时的她正苦恼地 想将流进耳朵里的水倒出来 在一阵折腾过后 无视的感觉似乎有所好转 洗完澡的她 坐在椅子上 对于此事工作的顺利完成 她表示很开心 由于模特这份工作 带来的丰厚抱头 普恩智对现在的生活 感到十分满足